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作为最大房企的掌门人 同时也还作为房地产协会的领导人 我就提出了 住房建设可以成为国民经纪新的增长点 把这个建议提到了领导部门国务院 很快被朱镕基总理接受了 98年我们推动了房改之后 很快老百姓就永远买房 到了2000年以后 房地产全面恢复 中国经济也全面恢复了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了 中国的这些家装家具和这种白黑色家电 继续又发展这么多年 在这方面产能和销量 在全世界绝对第一 毫无疑问 就是因为我们通过房改 创造了中国或者全世界 最大规模的国内需求 差不多要有小石碑吧 是这样的代表 那就是这种白色家具和这种白色家具 是这样的一种白色家具 是最大的色家具 在当中的地平方 是这样的一种白色家具 是这样的一个是就像 有什么是这样的白色家具 是这样的白色家具 是这样的白色家具